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您收看《百年洪禍》特別節目 在十年文革造成的內亂中 廣西省是一個重災區 這裡至少15萬人死亡 其中96%是被迫害致死 在非战争时期 因为共产主义对人思想的异化 而造成同胞之间自相屠杀 这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极其惨痛的一夜 这是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中记载的 文革中杀人或刑讯逼供的手段 这份36卷700万次的机密资料 由宋永义教授和他的团队编著 他们依据的是中共中央广西文革档案资料 这份有官方身份的机密资料 记录了15万人的非正常死亡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群 被如此大量又如此轻易地迫害 这个大毒杀主要是两类 第一类是对私类分子 这些子女的残杀 那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右派黑五类 这些子女照理子女是没有罪的 就是说只要是出生不好的 那就是把他们杀掉 他们的待遇是比猪狗都不如的 各种莫须有的反革命组织当时在广西冒出一百多种 例如乐业县就找出反共救国团等19个所谓反革命集团 经县革命委员会残酷追查 致使三百多名干部群众被打被关被攻判 其中就有12人被斗打死或开枪打死 有40多人被捕关押 有37人被打伤制裁 在这场群众专政进行的大屠杀中 其最主要作用的是武装基层干部民兵 他那个堵杀本身他不是为了结束生命 他是为了享受杀戮中间的感管和心理的快感 举个例子吧 他们把两个对立派的小偷偷分别绑在两个庄子对面的 然后呢就用刀把他们的杆挖出来 都是活哥啊 割了一个就那个人在旁边看 那个后来也割了 而且呢割的时候呢还不让他们找死 慢慢的割 杀人不受谴责还能带来利益 同时还有地方政权的鼓励 这场没有负罪感的屠杀 在广西发展的登峰造极 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狂潮 除了虐杀 广西省在文革中还发生了人吃人的狂潮 据民间统计 有名有姓的受害者高达421人 作家郑毅曾两次深入广西走访五个县进行调查 最早向世界揭露出广西在文革中人吃人狂潮的三个阶段 刚开始阶段 吃人还是偷偷摸摸 发展到高潮阶段 挖取活人心肝肺等都是大张旗鼓 最终达到群众性疯狂阶段 人们残存的一点罪恶感与人性 已被共产党发起的阶级斗争的12级台风 挂得一干二净 连一般群众都卷入了吃人狂潮 而宋永毅教授和团队编著的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 则依据官方机密资料揭示出更大规模的惨案 文革中广西有31个县市卷入吃人狂潮 仅在机密档案中就记载了302人次被吃 而民间学者统计 有名有姓的被害者达到421人 最厉害的是武宣县根据档案的统计 有75个人被吃掉 吃人的甚至包括未成年人 统领中学副校长黄家平在批斗中被乱棍打死 第二天上午 学生黄佩农将黄家平的尸体剖腹取干 女学生张继峰等人将肉割下 只剩骨骼 当天午后 在同中厨房周围宿舍区檐下 用瓦片烘烤人肉的情景举目可见 然而学者们研究发现 广西人吃人狂潮并不是民间自发 而是国家机器行为 文革期间 广西在全国最独特的两点 就是国家机器完整和发生大规模人吃人 公社的各委会主任就在 武装部部长就在 人家叫他说你阻止一下 他说这个是群众运动 我们为什么要阻止 也就是说他支持 而且这个中间呢 常常还是武装部长带头 武装部在文革中间来说 他是个国家机器 国家机器这些参与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龙安县一个民兵的例子 显示出国家机器 如何逼着人吃人 有一个民兵叫林友元 是个机干民兵 这个人呢 他虽然也是杀人凶手 但是他开始没有吃人 结果那个武装部长姓黄的 就说你下去把那个什么人给杀了 杀了以后呢 你把他的杆给我挖出来 带回来 我们要烧了次 那他当然是 这个我怎么能 他就第一次他抵制了 回来的时候呢 那个武装部就警告他说 下一次如果你再不执行这个命令 我们就把你给吃了 后来他就成为杀人剖腹 挖肝去胆的一个机器分子了 宋永毅教授在论文中 整理出在机密档案中被点名的 200名直接剖腹或取肝的杀人犯 策划犯 其中60%都是国家机器成员 而武宣县84%的吃人者都是中共党员或干部 而当时红色政权的第一把手 韦国卿不但没有受到处罚 相反最后关制中共军队总政治部主任 任大副委员长 据说韦国卿当时还不满意地反问道 为什么吃过人的人不能继续当干部 除了虐杀和杀人食肉 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投向 乱世中的弱势群体女性 作为大屠杀的衍生物 广西文革中对女性的性暴力 也是庆祝难输 文革期间 正当广西的军队将百姓当成国民党围剿 红色政权直接参与消灭四类分子 及其子女和政治反对派 国家机器成员享受着革命的人肉宴席的时候 另一种特殊暴力也随之蔓延 这就是针对女性的性暴力 最主要的性暴力是什么呢 是强奸 所谓四类分子及其子女的妻子和儿女 分他们的女人 大概当时这个女性被强奸的千人以上 在文化大革命中间 尽管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 过着犬马生涩的生活 但普通人在男女关系上稍有不慎 就会被扣上帽子 甚至招来牢狱之灾 然而根据宋永义教授和团队编著的 广西文革机密档案资料 当时出现了强奸 轮奸 性虐待 乃至以性暴力辱尸 毁尸等恶性案例 包括对未成年少女和孕妇 为什么严格禁欲的农村会如此失控呢 就是有主着的大屠杀的失控 所以必难伴随着人世 还有大规模的性暴力 这个不是用意识形态能讲得清楚的 广西都是些农民 不是自的 他怎么知道什么无产 就去专政家继续革命 他就知道占人家的财产 兼人家的妻女 所以性暴力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很多杀人施暴者 都是代表国家机器的革命委员会主任 党支书或民兵干部等 但上世纪八十年代 中共所谓处理广西文革遗留问题时 对他们却异常宽大 在五万名参与直接杀人的共产党员中 只枪决了十个人 其中仅有三人 是因为强奸杀人被起诉 有一个林云县武装部政委 后来担任林云县革命委员会主任 叫王德堂 是个县余军人 他的主要罪行是什么呢 就是说他强奸或者右奸被害者的遗嘱 数十人 据说是到达五十人之多 另一个被枪决的是原广西荣县六美乡 民兵营长李超文 他不仅强奸被害者遗属数十人 还有预谋和进一步谋杀 李超文他先是诬陷一个贵国华侨 叫周恒志 说他常有炸弹 然后呢 把他搭成重伤 然后以收杀为名呢 就强奸了他的十六岁的妹妹 然后他为了防止他的家人上告 又为了长期占领他那个妹妹 他又把那个他的哥哥和他的父亲都杀掉 然而当时因受辱而流离失所 精神失常 含恨自杀 或被欺凌致死的女性却不在少数 痛苦和创伤伴随着他们的一生 甚至到文革结束还造成多重悲剧 上司县有一个农村的一个女的 她的老公呢 在文革中间呢 被他们杀了 就把他分配给一个民兵干部 他就嫁给那个民兵干部 实际上这个人就是杀他老公的凶手 他不知道 等到76年以后 他跟那个凶手啊 就养了两个儿子了 他发现原来他老公是杀人凶手 结果呢 他就把那两个儿子都给杀了 自己发疯了 自杀了 广西的大屠杀 人吃人 性暴力 都发生在没有任何战乱和外来侵略的 和平时期 然而15万中国人的生命 就在一场政治运动中灰飞烟灭 感谢您收看这期的百年红货特别节目 下期节目 我们再会